先头条我们看到七大工业国高峰会议G7明天就是星期五要在广岛登场 而就在前一天星期四5月18号第一届中国中亚峰会在西安召开 这不免给人习近平要跟G7的欧美领袖别苗头的味道 这是第一场主场外交 时间点就选在这一天 两场峰会其实都是在阵营里面展现高度团结的姿态 中亚峰会是中国积极推展一带一路合作的主战场 中亚的老大哥俄罗斯缺席 外界会联想到俄乌战士对于俄罗斯国力的削弱 随着一架架专机的降落 包括哈萨克 吉尔吉斯 塔吉克 乌兹别克和土库曼等中亚五国元首 陆续抵达西安 准备参与18号开幕的第一届中国中亚峰会 中国中亚峰会是今年中国主办的首场重大主场外交活动 也是中国与中亚五国建交31年来 首次举办六国国家元首之间面对面的峰会 虽然声称是六国首次 但实际上中亚五国除了土库曼之外 其他四个国家早在2001年就加入中俄为首的上海合作组织 反而是当年坐拥领导地位的俄罗斯如今却不见身影 这似乎也侧面反映俄罗斯在入侵乌克兰之后的国力削弱 已经无法让中亚小老弟们只听自己的话 中亚五国元首在集体的峰会开始前 陆续与大陆国家主席习近平展开双边会谈 颇有拜码头的意味 至于习近平在自家的主场外交上 也摆脱与西方国家元首会谈时 持续得遭遇的人权台海与南海的敏感议题挑战 以更自信从容的态度接待中亚元首 为期两天的峰会除了由习近平主持的圆桌会议和欢迎晚宴之外 六国元首还将共同出席签约仪式并种植友谊数 媒体预估峰会将签署一系列经贸合作文件 其中最重要的合作项目也就是峰会选择古思路起点长安 今日西安作为主场要全力推进的一带一路政策 我觉得峰会尤其是带给一带一路的是更多的发展的动能 不管是基础设施建设 我们说互联互通贸易的畅通和这个人员之间的往来的便利化 带给中亚国家的是更多发展的动力 对中亚五国来说由于地理上夹在中俄之间 自然资源又与俄罗斯高度重叠 再加上不少国家已基欠中国大量外债 因此贸易上没有选择的更倾向与互补性高的中国合作 去年双边贸易额已经攀升到700亿美元 创立年新高 但在新疆人权以及自主性维护上 中亚国家对中国人保持一定戒心 这从哈萨克当局计划与中方签署互免签证协议 国内却传出反弹声浪可见一斑 当中亚峰会如火如荼开展的同时 美国总统拜登则飞往日本广岛参加19号开幕的G7峰会 计划与各国商讨出共同态度来应对中国挑战 英国首相苏纳克出发前更直言 会上将就共同加强对中国的出口限制进行讨论 他透露英国考虑对企业在中国的投资实施更严格限制 展现要与美国共同进退的态度 这也让广岛G7与中亚峰会的外交打对台态势更明显 然而拜登为了要在实现内处理好国内债务上限问题 开完G7峰会后将提早回国 也因此取消了原定的澳洲与南太岛国访问 让四方安全对话峰会被迫改地点 分析认为拜登缩短亚洲行恐怕会伤害美国在海外的公信力 而美方则表示将在今年内再开一次太平洋岛国峰会作为弥补 毕竟在当前美中竞争 双方积极展现团结姿态下 每个盟友都是关键 PVBS新闻综合报道 想看最完整的新闻内容 记得下载TVBS新闻网APP